- 恐夫只吃藥 - 今天要在這個節目中 - 我要在這招待的節目中 - 提供的食物只吃藥 - 提供的食物只吃藥 - 大家歡迎收聽恐夫只吃藥 - 吃藥 - 我是馬修 - 我是比里 - 首先要必須得 - 熱烈的掌聲 - 掌聲 謝謝我們的X先生 是這個嗎 就沒案了 我不行我剛剛拉掉 我不能講出人家的名字 沒事你把他逼掉就好了 說不定人家根本就不希望我們被提出來 感謝我們的X先生 感謝這位先生就是在一個月前給我們這麼熱烈的支持 對 在Mr.Box的平台上面 不過對我們馬修很少在看Mr.Box的平台 再加上我個人呢其實就是只有在看IG的一些數據 所以我也沒有注意到 在這邊先跟你致歉一下 我們在一個月之後發現了這一則事情 我們真的非常的不稱職 身為一名創作者竟然沒有各個平台去海巡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不正確 畢竟你看連我們的金牌騎陽 都會在金牌站之前去做海巡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沒錯 我們太失敗了 我們會好好檢討 我們到底是多不看重我們自己的內容 多看不起我們自己的內容 真的沒有人認真聽 我們到底是對於我們自己產出的內容有多麼隨意 多麼沒有自信 一生出之後就不管了 就會下一集做準備 完全沒有去回顧舊的 感覺應該沒有人會那麼努力跟認真 然後去品嘗 沒有我們很久沒有人這麼認真回我們 真的真的 因為畢竟希望大家都知道嘛 Facebook或是IG啊 Track上面其實 現在都會有一些罐頭訊息 對啊 對對對 所以在這種 一片罐頭的情況下面呢 突然有人認真回我們 九十是嚇到 畢竟前陣子被罐頭洗了很久啊 中間一段時間就是 我們就只負責產出 我們沒有去做回顧這件事情 偶然之間呢 那在前幾天馬修這個一回顧才發現 哇 有人是 久違啊 久違的 震驚留言啊 也非常感謝就是剛好我們那一集 就是在談收入跟自願選天的這一個集數 158集 那裡面的內容呢 剛好也是 我們的一些以前的經歷 所導致的這一集的內容 真的有讓你覺得 哇心有所感 那你會覺得說好像真的有被感動到 那表示我們那一集錄真的是非常真誠 是 才會讓你覺得 喔對好像我 當時也是這樣子 對 你的心境有辦法疊在一起 讓你夢回當時的情況裡面 所以沒關係 未來呢我們肯定也會有更多這種 類似心靈雞湯的一些集數 我們一直以來都 也不是這麼說啦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毒雞湯 也不是毒雞湯 就是我們都隨意聊 然後 講一些我們自己認為 或我們見識到的東西 不能說是很有什麼 很有什麼建設性啦 對對對 但他至少是不同的觀點 就供各位吸收 然後討論嘛 就回到我們一開始一直在說的 我們都非常樂於 聽友們跟我們分享 對啊 因為其實 有時候聽聽別人的故事 或是別人的想法 對我們而言也蠻重要的 當然當然當然 固有思想總是需要有一點活化 我們不可能避走自爭嘛 對啊 今天很多東西總要聽友們 多丟一點故事給我們 說不定我們還可以 從你們的故事當中 去幫你們剖析 當時你是哪一個環節 如果有做出一點小變化 可能未來結局不是這樣 剖析這件事情我是不敢啦 但是可能可以藉由你的故事勾起 我可能某一個階段的故事 來跟各位分享 是是是 對啊 因為畢竟就是 經歷的東西 每個人不一樣 對 大家都是各自的一本書 可是總會有一些章節式 就是很接近的一個形式 對啊 就像我們明明講怪癖獸 然後又講到什麼儀式感 對啊 那雖然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風馬牛不相擠啊 嚴格來說 不過就是可能某一個點 剛好的搭到 我們就拿出來一起說 當然 對啊 在這個連結上面也是有這種狀況 就是可能你的故事 欸 突然之間可以跟我的某個故事做連結 那我就會把我的故事拿出來 跟各位分享 對對對 開啟我們之間的多元宇宙 對對對 因為每個人的故事都比較不太一樣 嗯 就像是今天可能我們 小時候啊 你可能爸媽今天對你 一直批評一直批評 對 那批評你到最後 你就是一個對自己非常沒有自信的人 嗯 那你就會走手上歪圖 是 也有可能 可是如果你爸媽在當時 小時候對你呢 滿滿的稱讚 哇你做什麼東西都很棒 你就會變得每件事情都敢嘗試 你就有更多個選擇 那你會不會未來就不會走這條歪路呢 嗯 那都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好像 嗯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既定方向 對 你爸媽怎麼樣教你 那你以後就要這樣子教你的孩子 嗯 有些人就是到後面一直擋到 我以前在那個 Stress Town看到一個 一張圖 就是 爸媽一直在罵一個小朋友 嗯 然後那個小朋友長大之後呢 也一直在罵自己的孩子 是 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 惡性循環 可是有一個爸媽呢 在罵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長大之後呢 他背面都是刀 嗯 可是呢他卻是 笑言笑語對自己的孩子 結果這個孩子 就變得越來越成功 整個打斷了那一個 惡性循環的鎖鏈 直接逆轉 他是一個到U型理論 已經跌到谷底 他是一個U型理論 對 已經跌到谷底了 正因為他然後重新開始往上 那你要說 那這個爸媽 不是過得很辛苦嗎 嗯 對啊 因為他後面要承擔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要打破就是 以前 他的思維應該就是 我以前爸媽都這樣教我的 所以我應該要這樣去教 反而他可能 做了某一些部分的突破 他不想要把自己的 受到的委屈 同樣加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是 那我覺得這樣子就 很棒 我覺得這個社會就是有一個 圓滿了 才不會說有這種 階級複製的可能性發生 嗯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在聊聊 以前呢 我們到底我們的爸媽 對我們 是用誇讚的方式做成長的呢 還是用這種 非常嚴肅的做教育 有我開始好了 好 以前我爸媽呢 都是不誇讚的 都是不誇獎的 從小時候開始 很少有被誇獎 零誇獎嗎 基本上 誇獎如果按比例來看的話 大概是100次當中會有一次 哇哦 嗯 真的是 做什麼都不對 很少耶 做什麼都不對喔 你 倒垃圾 你沒有按整 按時間去倒 對不對 早一點也不行 晚一點也不行 早一點下去呢 他就會跟你說 你那麼早下去幹嘛 垃圾之後沒有來 你幹嘛浪費時間樓下等 是 你晚一點到就說 為什麼沒倒到垃圾 對啊 你就變成做什麼都不對 我以倒垃圾為準啊 當然你要說 一般的考試好了 你考99分 你差1分 你怎麼會差1分 你差1分 你好好保持住 你就100分耶 胡 然後說你今天考了100分 你不要驕傲好不好 你下一次考試 有辦法維持100分嗎 嗯 就會讓我變相覺得好像 做什麼都不對 都沒有受到認同 對 所以 往往都到後面就是說 那我那麼努力幹嘛 嗯 那我就保守點就好了 可是這個你的性格反倒不太一樣耶 嗯 還是說你到了一個階段 然後就直接 沒錯這就是個 這就是個故事嘛 嗯 我在 在 國 偶爾跳脫框架 為生活創造一些小小冒險 感受有別於日常的驚喜發現 就像是黑咖啡與檸檬 碰撞出意外協調的酸甜滋味 瞬間感受到法國向日陽光的美好 左岸咖啡館 田寧咖啡新上市 7-11限定販售中 享受一個人 我在左岸咖啡館 沒說這就是個 這就是個故事嘛 嗯 我在 國小 階段 欸我記得我到國一國二時期 我 國小其實真的很不會念書 我個人覺得我 因為我看以前的日本的那種動畫啊 對不對 小學生拯救世界啊 我就是一頭腦子一直覺得說 對我可能是一個英雄般的一個角色 只是我 你可能真的是絕對無敵雷神王 變成其中一個駕駛人 我 我教室的桌子可能會 變動這樣 它上面是不是會有個徽章的槽 可以讓我放 就一直會有幻想 所以我變相說 對於學習上這件事情其實是 很沒有動力的 我覺得說我有一天就是 很沒有動力跟隨意是兩回事 偶爾阿講嘛對不對 我覺得說 反正我突然間就會變成另外一個角色了 那我這麼努力要幹嘛 外星人突然間就會來 什麼意思 那我幹嘛努力 什麼意思 就是 我覺得說我體育力那麼好沒有用啊 對不對 我可能今天突然間外星人就來了 他找一個光束 我不用這些體育我也可以活下去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我一樣 以前日本很多這種動畫都是會突然間說小學生忍救世界這樣子 好 那到 國中 六年級 國一國二開始 就會覺得好像必須面對現實 因為大家 對於成績的 的要求好像越來越高 對不對 你會開始有一種說 好像 身旁的這個 異性啊 或是身旁的好友們 都會去努力做另外一個方向 比如說追求成績 追求自己成長 可是偏偏自己感覺好像什麼都無作為 然後你的成績永遠都是在班上的倒數 嗯 就開始覺得好像自己的面子掛不住了 嗯 嘿 那當然動畫這些沒有少看 可是就會漸漸告訴自己說 啊好像跟這個社會有一點脫節 嗯 不能再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面 所以我開始會變相說去讀這些東西 在讀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你那個成績 你考100分跟考60分 對我家人的反應是一樣的 是 那我當然就變變相說啊好 那低成就 我在這當中還是一樣慢慢的要突破自己 嗯 比如說還是一樣啊 就算我爸媽認為說你考60分 70分80分都一樣 嗯 你對外 他們對外對大家講就是 啊我這孩子就是不會念書啊 嗯 他們好像覺得念書很重要 可是我不會念書 所以我好像就沒批用一樣 因為我爸跟我媽都是做工的 就是工人 啊 沒辦法萬班接下品沒有讀書 他就說我不要讓 我我就是不要讓你跟我一樣嘛 嗯 那你幹嘛 你你就是念書念不好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你的書念變好啊 嗯 對啊你考那80幾分欸 那跨靠 這社會成功我都不是80幾分的人好不好 嗯 都是層級更優異的人 那你如果說不想辦法讓自己努力一點點 嗯 所以你要想喔 像我一個很喜歡看動畫的人 我也只有晚上回家 大概在五點 五點到七點這段時間吃晚餐 然後光黃金的看卡通的那個時段 沒錯那個時段就是 就是各電視才 那出盡全力 對對對 看完之後你就是還是必須得到書桌前面 是看書 可是我看書就是沒有興趣嗎 那該怎麼辦 直到後面我會覺得說 好像大家真的是步上正軌了 那我覺得應該要做一點大成就 嗯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個性會這種勇往直前 我覺得就是那個當下我會覺得說 對那我好像沒有辦法看我真的真實力去 拯救世界 嗯 那我總必須得幹好一件事吧 嗯 那我就是看能不能靠念書去 撼動這社會的某一個 小小的子倫 崇高的理想欸 你從開機器人然後變成這種理想 欸對對對我就覺得 哎呀是不是要 能夠做一個些微的一個撼動 當然這是跟我自己講的 我不會去跟別人講 因為我覺得這很羞恥啊 對啊因為我總覺得 我好像要影響別人 我就算沒辦法開機器人 可是我至少要做一個能夠影響別人的人吧 嗯然後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是 毛起幹進來可能 開始努力有一點念書的感覺了 然後哎剛好身旁有一些夥伴嗎 比如像比利一些夥伴 哇大家一起毛起幹進念 雖然說大家就是心照不宣啊 玩的比念的認真 欸心照不宣啊 到底是玩還是讀書不知道 可是至少大家感覺有在同一個軌道上運行 那我就覺得說哎 感覺這個默契是不錯的 好然後呢到了高中階段呢 到了大學階段 就會發現好像每個人的人生的紀律 會變得比較不太一樣 嗯也會開始體驗到什麼叫做孤獨 嗯我覺得那個時候有蠻大的一個明確是 因為我是一個不喜歡交朋友的人 嗯有一部分色恐 就是我不太敢去 不要帶到上一集是不是 嗯我真的不太敢去跟一個陌生的人說 我可不可以當你的好朋友 那我對好朋友又有一個 自己心裡面的定義 有一個有一個劃分 嗯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啦 我會覺得說這個好朋友會不會陪著我 一路到以後 嗯對不對 就是說我想要交的是一個十年以後 還可以繼續見面的朋友 我不想要交一個平水相逢的朋友 嗯那感覺沒有意義 那我現在跟你投注那麼多感情幹嘛 我跟你做那麼多交流要幹嘛 好像沒有意義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套 就啊感覺跟你很麻吉喔什麼的 其實近期就在看你的觀念 跟我的觀念是不是一樣 嗯我不會一頭騷 好像就跟你這個是超級麻吉這樣 嗯我在這個部分提防心真的是蠻重的 所以我可以跟我一直交朋友到現在 我就覺得啊我們臭味相同 然後我們可能頻率的相伏率有到八十九十的這麼高 我不管做什麼都很自在 這種還可以當成說我真的覺得是我的哥們 我的好朋友的這種狀態 就是隨便傳垃圾話 就隨便 欸對我我隨便傳個貼圖 你大概就懂說我現在在幹嘛 我們可能平常也沒有特別啊 對不對我們可能一個月兩個月都沒有聊 突然間傳個貼圖 嗯大家就知道我們就突然間會尬聊起來 欸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我跟我大學隊友的 嗯因為我跟我大學隊友我們 我們大學的時候宿舍沒有注意集 我們是研究所的時候注意集 可是因為我們長年下來因為練球 或其他事情其實我們很密切 我們是密切到有一次我們的對話訊息 學弟妹看到學弟妹就說 幹這個很屌欸 他們說學長你們這樣就知道要幹嘛 我說對啊 就是例如說我同學就傳 安整六半好那管OK 沒人 就大概哦大概懂你的意思 對就是很像暗號 很像暗號 我們也很懶得打那麼多 對對對不用那麼多字 就是我們 我們大概三個字內就可以解決 對對對 所以剛剛一整串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回去重複停那個十秒 就是安怎麼了 六點半在球場集合練習 好哪邊球場OK 對話就結束了對話就結束了 對話就結束了就超級簡單 然後幾個字幾個字就完全沒有了 那那一段時間就是因為我跟我隊友真的很密切 對 就變成說我們真的除了練習之外 其他事情也是這樣 就三五個字就可以把對話解決 然後就出現在特定的地點 對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說就是 有一些真的是 真的很好 然後頻率真的很對 你真的也不用花太多時間溝通 然後這個朋友就是 即便你平常不聯絡也沒關係 突然搭上線之後大家還是燒得很快 對對對 我覺得這一種類型可能就會變成像說 就我們可能家庭背景都不一樣 可能像我就是一直被壓抑被壓抑 然後後面真的 腦袋不知道哪個地方突然間走鐘了 如果我今天真的在人生的某一個環境下 你們既然都不愛我 你們真的覺得念書很重要 我就不會念書 那我幹嘛出生 你們再去生一個更會念書的人就好了 我在那個抉擇下 哇這麼絕望啊 我在那個抉擇下可能我就真的會想不開 因為你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啊 沒有被認可啊 對啊對啊對啊 而且我就說我小時候身材其實是非常纖細的 對 太瘦了 其實我們的馬修就是 因為我跟他其實小五小六認識 然後我們最早認識的時候其實是在補習班 對對對 這個小朋友就是 大概小學的時候就一百六十幾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體重大概真的就四十多 就跟骨頭沒有兩樣 跟骨頭人一樣 他即便到國中開始抽高 他也一樣都非常非常的細 那會強烈一個沒有自信 就是覺得說好像身體上有點殘缺 沒有到殘缺嗎 這個殘缺來自於說 好像看鏡子什麼都不對 因為不勻稱嘛 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好像這個樣子不符合社會期待 還是會嘛 我們就是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 鏡中自我嘛 對 體態樣貌 對對對 那個叫他有一個學術名詞是什麼 身體意象 身體意象 就是你會對自己的外表有一些偏見 每個人都會 對對對 然後 別人看你可能沒有這樣想 但你會一直覺得別人是這麼認為 所以喜歡想要整形的人 就是可能就是這樣 對 可能就是身體意象的容貌焦慮 自己的焦慮感太重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有 我都認為我自己在當下覺得是很正常 可是就是異常了 就是那個 腦袋就是一個環節 不知道荷爾蒙因素還是怎麼樣 就是異常了 你就覺得好像每天看自己都不快樂 漸漸人可能就不想看自己了 你就沒有想要去顧慮你自己的容貌 你的髮型怎樣都不管 然後你的鬍子也沒有刮 然後整天就是我行事走路 就是去學校跟同學玩 然後跟大家聊天 然後跟大家玩 然後回家你也不會去照鏡子 因為你會覺得說 照鏡子也沒有用 我不會改變 我就是這樣子 我做好我其他事情就好了 嗯 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說 啊我好辛苦哦 那那個辛苦不是來自於說 可能我真的做很多事情很辛苦 而是我覺得我 我光 欸我光活下來就很辛苦 對 因為 沒有人愛啊 沒有人愛 應該是 愛的方式不太一樣 嗯 我說那個沒有人愛是 愛是有一個具體形象化的一個東西 你可能會用行為方式做表達 你可能會用言語做表達 嗯 可是我那個當下是 覺得欸 家裡好像 沒有人認可 嗯 那在外面跟朋友之間聊天 嗯 對 我覺得我們當下很默契是ok的 可是你輕輕就想說 我不可能一輩子都這樣啊 是 對不對 你們也有自己的家庭 我有自己的家庭啊 嗯 就是有一些 動漫的角色都一樣 就是可能白天光鮮亮麗 嗯 然後當就是名人有沒有 對 哇在那個 人 就是一個一樂拉麵 嘿 我覺得我當下就是這樣 那個已經不在乎說 你家裡有沒有家人 你家裡有沒有 兄弟姐妹 那已經是心境上的問題 而是一個 一個氛圍 然後你也不會想要去跟爸媽講話 你也不會想去跟其他人講話 所以我在家是不說話的 嗯 我在家會覺得說我多說無意 哦 沒有意思 我講了一句話會換來更多的 打擊 嗯 那我乾脆不要講話 嗯 我把自己悶著就好了 還是這其實也是憂鬱症的成因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當下其實我有覺得應該是憂鬱症 可是我這個人很奇怪 我碰到那種 憂鬱症的考題的時候 我一定都是填最正面啊 嗯 我 叫你面對自己 超滿 超矛盾 叫你面對自己 可是你會覺得 一直寫墜落很遜 嗯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種感覺 就是明明有叫你評估說 現在你的心情狀況如何 你好像填最後就很遜 哦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被擊敗了 嗯 可是老子不服啊 老子怎麼可能會被擊敗 哈哈 我就會都填 最樂觀 所以直接倒著寫 因為我在外面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在家裡是另一個樣子啊 所以我就覺得啊 我好像需要有一個空間 可以 可以減緩這個部分 嗯 我到了 呃高中階段 嗯 呃學測前 我到高中其實沒有什麼在念書 嗯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在探索自己 到底要什麼東西 嗯 對 那 當然漸漸的就是 因為你上了高中 我們那個高中其實沒有到頂好 嗯 可是至少是覺得啊 爸媽覺得說有功力的可以念 可是其實那時候在 在桃園市算不錯 也算不錯 因為畢竟也沒幾間學校啊 至少我考贏我家人嘛 所以我覺得還 我爸媽應該覺得還行 嗯 可是 就是因為上去之後 我覺得那個 有一部分的重擔不見了 嗯 就是 家人變得比較和哀可親一點點 嗯 因為他們認為說還是有著舊 對還 你自己現階段是可以跟自己交差的 可是他們不知道我放棄自己了 嗯 就是我覺得欸對我已經交代清楚了 我已經明確交代了 嗯 那漸漸的變相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 有更多時間找自己 發現三年不夠 嗯 我發現那三年的時間我找不到自己 嗯 我發現分支太多了收不回來了 我真的不愛我 我 我只瘋狂的看小說 我瘋狂的從其他的圖書上面 然後去找找出欸我自己的問題 去拼湊自己未來的樣貌 對對對對對 我想要變成怎麼樣 我就慢慢的撿撿撿撿撿起來 三年時間真的不夠 嗯 所以我考的一塌糊塗 嗯 那時候大學考的一塌糊塗 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連志願都亂填 反正只要是跟語文有關 因為我那時候很喜歡看小說 填語文有關都填 大學階段 雖然說這所大學也不是很滿意 可是我也一樣在探索自己 到底要幹什麼 嗯 其實我發現一件事情是 我本來是一個不太愛講話的人 嗯 可是大家會推著你要前進 就是欸 你要前進 你要 欸你要代表你是男生 你要代表 因為我們是 女生比較多 對 你要出去找看看 發現有其他男生根本就不敢啊 他們不敢跳出來啊 他們可能是心理女生 有可能吧 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我跳出來了 然後去擔了一些責任之後 發現欸好像 有一點價值 嗯 就是存在是有價值的 嗯 好像 跟別人社交我還是有點機會 我可以 跟大家談看看 嗯 欸因為以前是 不敢談自己的事情 是 覺得自己的東西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嗯 嗯 到這個邊階段 我真的覺得好像 有一點憂鬱的傾向 嗯 就是什麼樣都是 先以否定為開始 先以負向為那個 是悲觀的啊 對 可是我到現在為止 你讓我回去思考這個過程 我會覺得說 對欸 我好像做每件事情開始 都不會像一般人一樣 我好像先往好的方向思考 嗯 明天一定會更棒 而是 如果明天 會塌下來的話 那我今天該怎麼做 我要做什麼事情最值得 我會往 價值的最大判斷 嗯 不會去思考說 好像 快樂是必要的 可是有時候你看喔 像我有時候我會 有一種有一種感覺是 欸 啊算了算 過這個村沒這個店啊 所以我趕快 趕快先享受再說 即時行樂行 嗯 就會好像是 啊好像明天就什麼都不在了 嗯 對我今天的快樂 快樂好像是撿來的 嗯 所以我趕快用掉 趕快揮霍掉 不要把這個東西好像一直藏在 藏在這個地方 嗯 累積是沒有意義的 嗯 因為 誰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假 嗯 就像是有人被被判過後 就再也不相信愛情的感覺是一樣 懂 懂你意思 所以我 我就我沒有辦法做一件事情 像我 像Podcast是我目前 做最久的 做最久的一個 一個長時間的一個興趣 嗯 以前就是欸過渡期過了就過了 因為我覺得不值得 我覺得自己好像 哪天就不在 嗯 我可能明天後天 可能就是因為一些波折就不在了 可是這個就是因為真的像 我們聲音筆記啊 真的就是一個日記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在這個階段裡面的心境啊 對 然後也可以隨著回溯或什麼去感覺一下 當時的自己其實 是怎麼樣在思考事情 我覺得對你而言是這個樣子 是啊 所以就是可以一直持續做下去 可是你自己看像 你好了 嗯 你一定也會有一塊黑暗的地方 對啊我覺得我不是很樂觀的 我其實蠻悲觀的啊 對 因為就是就像 就是家裡 可能做生意的關係吧 嗯 我覺得我考慮的部分都會像 像你一樣 對 都會先把 風險這件事情看得太大 對對對 對我覺得這是 這其實不是好事啦 所以我剛才說 你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你有成功轉型成功 對對對 你比較大無味 對 對啊可是相對起來 我就還是 維持在我原本的狀態裡面 就是 我還是會先把 風險評估這件事情看得很重 對啊 但 有時候 反倒是有一些好的機會 會因此而錯失 嗯 就時機點可能不對 嗯 有好有壞啦 但他就是行訴我這個人 所以 我並不是 非常樂觀 雖然我是蠻喜歡搞笑的 對對對 但是 真的很認識我的你就知道 我就像是金沙巧克力 嗯 我的外皮是甜的 但是核心就是那個苦人 苦人 是沒味道的 對對對是苦的 對啊 但你是從小是被誇獎 誇獎長大的呢 還是被 也是會一直被被騙 我已經到我的故事了 因為我想要有參加 我從你剛剛聽的情況裡面 我們家 也比較不像是 應該是說一半一半 就是 還是那種說你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 你自己去找看看 我不能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 爸爸媽媽他們是 苦過來的人 因為我爸很早出社會 然後他是家裡面最大的 所以他其實 在他13歲出社會之後 他就要照顧家裡 然後 我媽媽就是真的是鄉下小孩 他們兩個的學歷其實都只有國中 跟我一樣 對對對 所以他們其實 很怕說 我們在某一個階段 會不會遇到一些事情 但是他們是支持我們 去往好的事情做 例如說像讀書這件事情是好的 對 就不太會有太多問題 那 他們對於成績這件事情的要求 跟你們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 欸 考了90 我爸就說 其實考的不錯 好了可以更好 下次再努力一點 真的考差了當然就是會罵嗎 就是 欸這個應該沒有很難吧 也有送你去補習啊 然後回來 媽媽也有陪你讀書 我們每天晚上也有兩個小時的讀書時間 怎麼會 這個東西顧不好 你看這個就是 那個年代的家人最會常常講的就是 他們不會把 他們思考的這個過程藏在心裡 然後再去反饋說 欸我們找一起來找出問題點在哪裡 對對對 這個就是我後來要講的 就是 他們會習慣用他們的思維先直接去說 可是 我覺得其實是對小朋友有影響 真的是會有影響 就他人格上面會有一些變化 那我們家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激勵的方式是增強物啊 會用一些增強物 像我 正增強嗎 正增強 像我以前國小 國小只要有辦法考到班上前三名 我爸媽就會帶我去挑玩具 喔 對然後 那些玩具的 價錢就是 應該要怎麼講 嗯 你們還會用價錢恆電喔 已經接近沒有上限 就是說當我擠進前三名的時候 這會比平常他要買給我的玩具好非常多 就是可能過年或是什麼情況下面我想要買什麼玩具 那大概會有個價值 就大概一兩千 這樣很高啊 對當時的一兩千 可是 如果我在 班上考前三名的話 這個東西就是可以四千到更高 可是那時候的四千其實超級貴喔 對那時候四千其實超貴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 我有一段時間非常非常喜歡玩 風火輪 風火輪小汽車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小朋友喜歡 然後還有遙控車 嗯 所以我家那時候 我那個階段大概小學幾年級 小三吧 小三到 到 國中的這個階段時候 我有超級多的遙控車 而且 以前在我們那個年代最流行的是 有一台會360度旋轉 我知道 輪子很大嘛 三個輪子三個輪子 它會360旋轉的 你講輪子很大 那個是它可以 可以直接翻轉 做翻滾的 是那一台的下一代 對 那時候這一種遙控車超級貴 它每一台都大概三千起跳 然後還有一台是可以 那個輪子可以直接切成90度 對 你有印象啊 對 就那時候這些遙控車都超級貴 我就是前三年了 歐美系的玩具 對 那時候就是要用層級去換 對啊 好那這段時間我覺得 對於小朋友的發展上面 也會有一些影響 我覺得有可能有 會變得很重 就是說 我只要達成某一個條件 是不是我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獎勵 對 然後因為區分的方式是這樣 所以我只要努力前三名 我就可以拿到很大的獎勵 對 對啊 但我不會說我爸媽的方式是不好的 因為 真的 每個小朋友適合的方式不一樣 我只能說 在這樣子的情境裡面組合出來的我 加上家裡經商的關係 我對於用錢這件事情 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有一些我自己奇怪的減脂 就是我是喜歡逛街的人 但是我不會在逛街當下買東西 除非我很需要 貨比三家不吃虧 應該是說 貨比三家不吃虧的情境 我一定是我都會比 但我不一定會買 對 但是 我今天真的很想要 這個東西符合我的心裡面的價值的話 我就會買 不管它多貴 對 會有點形塑成這個樣子 價值觀的不一樣 我覺得 我等一下可以來比一下 你的價值觀 我剛剛聽下來就是 你的價值觀 對耶 對 就是經過 就是經過了這一些 才會有你現在的這種價值觀 就是 有些東西很便宜 但是 我沒有很喜歡 它再便宜我也不會要 對 可是有些東西就是 哇它一打折 重點不是這個東西好或壞 而是這個折扣很吸引我 我就會買 對 我覺得會有一些這種 這種不一樣的狀況發生 但是 這個就沒有好壞 那 我覺得它形塑到後期的一個狀況是 像是 呃 我們家人最近討論比較嚴肅的事情 是股票 因為 我爸媽他們 在他們階段裡面其實 股票虧過錢 那他們年輕的時候 股災啦 對股災啦 一千四百萬 蠻多的 你換到現在蠻多的 因為他們虧了這麼多錢 所以他們對於我們 投資股票這件事情 一直都 很有意見 不鼓勵啦 不鼓勵 因為他們覺得是賭博性質 為什麼錢不存起來 要去換這個東西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可是 就是以現在的 呃 整個市場機制來說的話 你純銀行 然後拿那個1.3%的利率 請問可以幹嘛 每一年物價漲9% 然後你薪資上漲3.1到3.6 背水車薪耶 你物價一直在飆啊 那你的開銷就越來越大 更不用講說 我們 何能被 被阻止嗎 然後 電費也越來越貴 然後環境也越來越不好 這些全部 都要用什麼去補 用錢啊 啊 中華民國又萬萬稅 什麼東西都要稅收啊 你就用這招去說服你爸嗎 我沒有用這招說服我爸 我只是說 在這個條件裡面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說 純銀行 呃 是最安全 但是不會賺錢的做法 當然 那我們當然只能 有效的去做分散風險的事情 去做投資 可是 在他們的立場裡面 他們是完全阻止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跟你剛剛的說法一樣 如果他們可以用一個鼓勵的性質 就例如說 欸 我不會打死你 而是我提供你一個建議 就是說 不行啦你不能買股票啦 股票這個東西就是不好啦 嗯 可是現階段就是我們不買股票 我們還可以買什麼 我們還可以買什麼 我們存不了錢啊 所以 現階段應該是說 他的說法會變成說 我覺得股票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虧過錢 對 那你要投資不是不行 只是說你要慎重的去 做一些評估 你有把握在做 對 然後你的你的財經 你真的是要理財啊 你不理財才不理你嘛 你真的是要分清楚 你哪一些錢要用在什麼地方 哪一些錢要用在什麼地方 這樣才能比較合理化運用你資金 對 不要說到時候虧了一屁股 你本金錢沒存到 結果又虧錢 嗯 對啊 我覺得這就是說法上的差異啊 就是可能 他們的階段裡面 說話的藝術 嗯 這算說話的藝術一種 也算是 因為他們經歷過了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但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一接受的東西 就是負向的 就是一個完全 可是你會跟你爸媽講 你要買股票這件事情 會啊我會跟他分享啊 所以你看就是價值觀的不一樣 我我 你知道我的我的個性 我做任何事都不會先跟家人說 嗯 因為我覺得不會好果子吃 所以我就絕對都不講 對都是先做完 然後有一定的 欸好像有有有賺了 嗯 或是感覺啊 有好的有要往好的方向出發 嗯 我才會報喜 嗯 我優的地方是絕對不報的 嗯嗯嗯嗯嗯嗯 因為我覺得報了會更慘 嗯 所以我乾脆什麼都不要 確實是啦 因為像我們也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風險各自承擔 對 然後我自己有做過評估 呃 我不習慣先斬後奏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是 要先讓你們知道 對 嗯 你先知道的話 或許某一些情境裡面 你可以先幫我 嗯 對啊因為就像 我爸媽他們 呃雖然很少玩 嗯 可是他們其實 偶爾還是會關注銀行股的東西 對啊 像趙峰啊 嗯 我現在講不知道有沒有用啦 對 但是 一開始我媽跟我講說 趙峰金可以放的時候 我是沒有聽她的話的 對 對但現在如果 長很多啦 最近沒有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趙峰其實是相對穩定 嗯 銀行股裡面相對穩定的 對啊 那像這種時候 我當然還是覺得 有溝通有差 嗯 因為你自己毛起來亂買 總是還是會出事 嗯 對沒有做過一些評估的話 嗯 還是得先聽一些建議 但我的概念就是說 建議可以吸收 但不要直接拒絕 因為直接拒絕 我們也少了成長的機會 嗯 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你得先繳學費啊 很多事情都得先繳學費啊 但是他們的經驗裡面 他們怕你付這個學費 對 那就會有一個狀況啊 我已經付過了 為什麼你要再付一次 對 他們的想法就是我已經付過了 為什麼你要再付一次 但是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樣的 嗯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一本故事書 對 今天我照著你說的 難保在未來的某一個階段 我不會因為類似的事件 而付出更多的學費 對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也供各位參考啦 因為 他就是一個 建進式的過程嘛 嗯 我們都會老 時代會一直變 對 資訊量也會一直變 在這個情況下面 我們不要說什麼 想在急流中充斥 但是 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的先決條件就是 你必須要廣納各邊的意見 然後 好好的 以自己的思想去做一些設定 嗯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得正啊 就是誇誇群 總比打擊別人來的更好 寧願用鼓勵的方式啊 鼓勵的方式一定還是有他的效果啦 但是就是 如果你全部都鼓勵的話 那會膨脹啊 當然啊 可是你按 你按整體來看的話 嗯 鼓勵的 效益值 對 孩子在生長上 真的是大過於大嗎 因為我覺得前幾天 我也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就是美國的家長 教小孩的方式 然後他也是分享 就他女兒畫了一幅畫 嗯 他不會說 他女兒畫的不好看 對 但他也不會說 哇你好棒 對 然後下面就有一些鄉民 欸 是鄉民嗎 應該說他的朋友吧 幫他錄影的朋友就問說 問他說 為什麼他不會誇讚他的女兒好棒 他說 因為如果我現在誇讚他好棒 他會真的覺得自己現在畫得很好 嗯 某些情境裡面 他可能不會想要求進步 當然 因為他會覺得自己這樣就夠了 所以他說 他都用建議的方式 就是欸 我覺得你畫得不錯 然後 哪一邊哪一邊 可以再練習看看 能不能讓他更具體 更 畫面感更好一些 對啊 就是用建議的方式 那 能不能真的有效果 我覺得這又見仁見智 只是說 習慣 不要 世界都不是只有 對或錯 當然 不是二分法 不是二分法啦 我們要從中間點 讓 多元的可能可以真的被激發出來 這比較重要 嗯 對啊 的確誇獎 未必是百分之百正確 我剛剛就只是說 可能 誇獎還是比 一直去打擊孩子成長 可能來的更好一點 來的好啦 對 當然你全懶的全部都 都是只有誇讚那也不行 你好棒 你今天殺人 你好棒喔 小朋友直接爆裂膨脹 他直接 以自己為世界中心 為什麼我這樣不行 為什麼 對 以前都沒有人跟我講啊 這是我們寵壞掉了 對 寵壞掉也不是個好方法 是 所以 家長也不要覺得說 好像自己真的 講的話隨隨便便都可以 沒有沒有 其實他們都聽得進去 舉足輕重的一個地位 你每一句話 孩子都會聽進去 真的 真的 嗯 好啦 我覺得我們今天是非常分享的蠻多 蠻深刻的一個故事 對啊 突然之間深度了起來 欸深度起來 才剛說我想要水 水不起來了 水不起來了 今天就在這裡啦 OK 拜拜 拜拜 拜拜